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直都是球队绝队的一号人物 如此巨大的角色转变 也是安东尼各项数据 下滑的一大原因所在 整个常规赛 安东尼场均只有16.2分进账 这不仅创造了他个人职业生涯新低 事实上 这也是他15年生涯第一次单赛季场均得分没有超过20 尽管如此 安东尼出战78场比赛 还是收获了1261分 这不仅让他生涯总得分突破25000分大关 也超越了艾弗森 雷阿伦 卡特 吉里维斯特 雷吉米勒等多位传奇球星杀入历史总得分榜第19位 甜瓜也是现意为有的三名总得分突破25000分的球员之一 另外两人分别是诺维茨基和他的好兄弟勒布朗詹姆斯 新赛季 安东尼仍旧将在两位巨星身边打球 但这一次换成了保罗和哈登 和此在雷霆不同的是 灯泡组合相比威少乔治 有着更出色的篮球智商和传球水准 这或许能帮助甜瓜换发生涯第二春 需要说明的是 虽然安东尼目前生涯总得分为25417分 排在历史第19 但处在他前面的英格历史 加内特 哈佛里切克 皮尔斯等多位球星 对安东尼的优势并不大 绿山军名宿皮尔斯总得分为26397 只领先甜瓜980分 也就是说 新赛季 安东尼只需场均下14分且出战70场比赛就能追上真理 这基本没有什么悬念 安东尼甚至在下个赛季有望直接杀到历史第12 目前排在第12位的是历史三双王奥斯卡罗伯特森 大欧领先安东尼1293分 假设甜瓜新赛季出战75场比赛 他需要场均17.3分就能完成超越 相比上赛季只需场均提升1.1分 而如果和上赛季一样出战78场 那只就需场均16.6分 这绝对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目标 届时他将在总得分榜上超越英格历史 哈佛里切克 皮尔斯 威尔金斯四大历史级别的小前锋 与此同时 而小前锋位置上 总得分比甜瓜高的 也就只剩下詹姆斯了 也许安东尼整个职业生涯的辉煌程度相比同届詹姆斯 维德有一定的差距 但只论得分 甜瓜毫无疑问是历史级别的得分手 待到他退役的时候 安东尼大有希望突破三万分打官 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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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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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